大家好,欢迎收听升级一普通话频道。 洞庭湖的缺口已经昨晚堵住了,但是中国人心里面的那道缺口却永远补不了。 而且这道防线一旦打开,就会好像黄河泛滥,长江决堤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中国政府从这件事上已经让人们彻底失望。 其实不只是洞庭湖,在广东省梅州市也出现了严重的水灾情况。 其实在整个华南都出现水灾,福建在6月份的时候也是严重被淹。 但是到了7月份水就退了,中国的那么多个县市触发了大规模的水灾。 尤其是现在的洞庭湖附近,平江县整个县几乎被磨顶。 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 很多人都失踪了,找不回来。 受灾的县市呼吁社会捐款。 我昨天看到了一段影片,有红十字会的人跑到一些店铺去呼吁人们捐款。 结果当然是受到冷贷。 你们只会来筹款。 怎么没看到有人捐给我们? 我们也很惨。 我们也没有生意做。 一个地方如果出现水灾,就会再到处都会受到影响。 当地的人都非常害怕。 最多只会去买一些生活的物资。 很多店铺根本就没有生意做。 你们居然去找他们捐款。 所以有很多人就会问。 你要我捐款? 那谁来帮助我们? 虽然那些受灾的百姓都很惨。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无所作为。 当出现了事情的时候,你们只会找人捐款。 现在所有人对着那些呼吁人们去捐款的人员,都是抱着冷嘲热讽的态度。 即便是碰到愿意捐的,也是捐很少。 因为中国政府的表现越来越差。 尤其是在近几年。 今年就更加恶劣。 在网上已经出了一首歌,叫做习近平主席。 你在哪? 已经有人在唱。 你到底在哪? 每一次有事,你都不见人。 最近有发文指出。 今年,中国有那么多的地方出现水灾。 灾情其实很严重。 深知乎人说已经超越了19,998年大水灾的情况。 央视等媒体一直以来都很少报道。 只有在最近才开始报道。 因为洞庭湖决堤这件事太大了。 所以被迫要报道。 但是在微博热搜。 还有在其他媒体并没有掀起什么浪花。 很多人会认为是不是中国政府故意封锁消息。 不让人说。 但是其实已经不是这么一回事。 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想管事。 听到的都当做听不到。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国家所受的苦难已经麻木了。 为什么我们每天都是要受灾难? 每天都要过苦日子。 没有好日子过。 平江县是重灾区。 灾情在最近才曝光。 之前一直都是在封锁消息。 那里的水患前所未有。 建国70年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厉害。 新城区、老城区、居民区全都被延。 也有人呼吁捐款。 希望可以重建结缘等等。 但是这种求助的报道几乎都没有人去理。 最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民众没钱。 因为受灾的人不是只有你。 中共在这三年的疫情封锁几乎已经让很多人都破产。 现在民众手上根本就没钱。 同时也有很多网友在冷嘲热讽。 他们说。 怕什么? 有强大的祖国做你的套衫。 相信你们一定会战胜一切的苦难。 也有人说正在研究捐款的事项。 捐款或许会迟到。 但是不会缺席。 所以现在人们都是用反讽的说法。 也有人说。 平江人对不起了。 我怕被骗。 还有人说。 防止电信诈骗。 莫要恶意捐赠。 而且更有人直接搬出了官方的说法。 是按照中国法官的答复。 不是你放的水。 你为什么要驱管。 根不是你撞倒的人。 为什么你要去扶它是一样的道理。 很简单。 水又是不是我放的。 捐什么捐。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所以,有很多网友都是用一种拒绝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 说,这根本就是有根有据。 因为在这么多年以来,他们所说的铁拳全部反映在这次的事件上。 网上有江西九江市号召村民抗洪的消息。 有人就说,可不可以叫郭美美来帮忙。 人们捐了很多钱。 收了钱之后,到底有没有拿去赈灾? 意思就是,你们一直在骗钱。 我们不会再相信你们。 郭美美就是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在微博上炫富。 后来被人抓去蹲大牢了。 齐鲁新闻也发布了数据。 说,今年企业救灾捐款的数额明显大幅下降。 而演艺界对于救灾行动也相对沉默。 救援款项很少。 去年的筹款只有700万。 而今年直到目前才刚刚超过了30万人民币。 所以很明显,大家对于捐款已经是嗤之以鼻。 大部分的人都不想管。 在香港也没有人提这件事。 跟前几年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官方面对大量的讽刺留言和评论。 是什么东西使得善良的人心寒。 请公布城管、农馆等单位的捐款情况。 还有就是,之前挪用了小朋友66个月的营养补充食品费用。 因为在每个地方的贫困小孩都会有一部分的拨款。 结果被侵吞了66个月的钱。 总数大概有20亿。 所以,民心如水。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当信任被一次一次地辜负。 呼吁捐助就变成了考古现场。 人们的关注和信任就会好像洪水一样,逐渐消退。 而且在评论当中还有很多调侃和言语。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不满那么简单。 同时也是大家的期望。 真正需要关注的除了水灾,还有信任危机。 灾难可以冲回家园。 但是信任崩塌是最致命的。 当民心没有了。 整个民心已经被冲散了的话。 是不可能挽回的。 决地你可以修补。 但是民心修补不了。 因为现在的老百姓已经不再相信你们了。 最近在网上的五毛也少了很多。 因为有很多五毛都已经末了顶。 当然,有很多五毛都是在监狱里面。 也有自干五。 明明有事都要说成没事。 明明自己被泡在水里面都要说没事。 根本没有水灾。 现在每年都发生水灾。 所以这个信任也跟着一年一年的被冲击。 现在在大陆的人最多是在谈论什么。 你们花了两千多万美元给瓦努阿图建了一座总统府。 你们拼命去给那些小国送钱。 又帮人家盖政府大楼。 我们却连毛都没有一根。 你当我们是什么? 现在这些声音已经开始越来越大。 其实每一次这样的灾难都在冲击中共的管制。 老百姓看得越来越清楚。 因为这种事人人都能看到。 这个政权到底还可以维持多久? 当天灾天天都在发生的时候。 而且这些根本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要不是你的水库在这搞泄洪。 不提前通知人民众。 就不会一下子有这么多人找不回来。 而且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很大。 你一下子这样放水。 有很多东西被禁过就不能用了。 家里的东西有很多都会变坏。 要丢掉。 造成了很多浪费。 而且还会有很多粮食会泡在水里面。 牲畜也是逃不掉。 养鸡养鸭养猪的肯定是全部死掉。 这对农民的打击非常大。 所以中共现在民心丧失。 造反只是迟早的问题。 因为人民已经活不下去。 迟早会被他们搞死。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Tatri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